未来世界,人类人口总数超过5000亿 为了争夺地球居住权,人类爆发了血腥的战争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动画《传掌哈洛克》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星际殖民时代 人类将文明洒向了地球之外的宇宙 但是在扩张过程中,人类文明却像生病了一样 开始不断萎缩,并希望可以重返地球 此时人类的人口已经超过5000亿 地球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于是争夺地球居住权的回归家园战役就此爆发 为了调节这场毁灭之战 名为盖亚制裁委员会的统治机构在战争中诞生 成为了人类最高权力机构 从此之后,地球成了全人类的境地 然而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类仍然在逐渐走向衰败 在茫茫宇宙中有一艘海盗船 他们依照自己的意志前行完全忽视委员会的存在 这就是阿卡迪二号和他们的传奇传长哈洛克 为了摆平这艘棘手的海盗船 委员会派出特工亚麻打进了海盗船内部 上船之后,亚麻很快就和船员头金哥混了个脸熟 头金哥给亚麻介绍了海盗船的黑科技 海盗船依靠暗物质引擎驱动 完全不需要进行补给 传说这种涌动机是由外星文明尼泊龙庚人开发 而海盗船上的龙女就是尼泊龙庚人的最后族裔 亚麻询问头金哥船长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 已经活了一百多岁 头金哥却没有多说,只是让他不要好奇心害死猫 之后亚麻在海盗船上侦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长脖子怪鸟 他随着怪鸟的指引来到了中央控制室 在那里,他看到了传说中的海盗船长哈洛克 龙女也在这里 他发现了亚麻的踪影 还说什么时机将至,亚麻将面临决断 摸不着头脑的亚麻离开了中央控制室 从随后龙女和哈洛克的谈话中 我们知道哈洛克是知道亚麻间谍身份的 放亚麻到船上应该是别有用心 不久之后,海盗船来到了外太空行星托卡加 这次的任务是将第99次元振动装置安装在行星上 亚麻自高奋勇接受了任务 他同船员金发妹一起降落到托卡加 开始安装次元振动装置 金发妹一边安装装置 一边开始给亚麻科普 次元振动装置其实是一种时间机器 由于人类文明正在不可逆转地迈向衰败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次元振动装置 让人类回归到星际殖民前的时代 金发妹刚讲解完 脚下就爆发了地震 原来他们正处于外星巨壳虫的背上 亚麻将金发妹送到了救援船上 自己却同装置一起掉了下去 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关头 亚麻想起了最痛心的记忆 为了在外星上培养出地球植物 亚麻盲目展开实验 最后事故爆发 亚麻活了下来 同在实验室的哥哥伊索却成了残疾人 一直暗恋着的嫂子娜梅 也在事故中成了植物人 就在亚麻即将隔屁的时候 船长哈洛克却从颠而降 将他救上了逃生舰 亚麻自以为逮住了好事后 打算干掉哈洛克 但是却被哈洛克一番嘴顿 动摇了意志 不得不说 运用时间机器拯救人类的想法 确实颇有创意 被哈洛克成功嘴顿后 亚麻加入了哈洛克的队伍 开始一起执行拯救人类的计划 时间机器总共需要100座次元振动装置 而最后一座次元装置的安装地 正是地球 另一边委文会展开了紧急会议 他们不能允许海盗船 靠近被视作禁地的地球 于是便下令祖机阿卡迪亚号 负责这次祖机站的 正是亚麻的哥哥伊索拉 双方在地球附近展开了一场大战 阿卡迪亚号运用全新影像 成功避过了盖亚舰队的两次攻击 之后又绕到舰队后方 活捉了伊索拉 击溃盖亚舰队的海盗船 向着地球不断靠近 但是船员们却惊讶地发现 地球变了一个模样 原来看似美丽的蓝色星球 只是全新影像的伪装而已 这时亚麻终于从哥哥那里 得知了全部真相 船长哈洛克原本是 戈亚舰队的军事领将 回过家园战役之后 地球被委员会宣布为禁敌 哈洛克负责地球的守卫工作 但是没想到 委员会的官员们 却想自己住到地球上 哈洛克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于是背叛了委员会 向他们发起攻击 委员会派出舰队反击 哈洛克的挚友在战斗中阵亡 走投无路的哈洛克 打开了战舰上的暗物质引擎 将暗物质倾倒在地球上空 就这样地球变成了一颗死星 而引发这一切的哈洛克 却因为暗物质的轻视 变成了长生不死的海盗船长 哈洛克每天都要忍受 罪恶感的折磨 于是便希望能结束这一切 而所谓的时光机器 其实根本就是一种毁灭装置 一旦时间积极启动 世间万物都将归于虚无 得知真相的亚玛决定 站在哥哥这边 他带领舰队士兵 活捉了一票海盗船员 完成任务后 伊索拉来到了实验室 在那里 他通过脑机接口 建立了妻子纳美的全息影像 但是妻子厌倦了植物人的日子 他故意说自己喜欢的 一直都是亚玛 伊索拉一气之下 拔掉了纳美的围生装置 送美娜隔屁之后 伊索拉将美娜的遗物 交给了亚玛 得知那没死去的亚玛 万念俱灰 驾驶着飞船来到了 被暗物质破坏的地球 但是在地球上 他却发现了一株活的植物 有了新发现的亚玛 赶紧回到盖亚舰队 救下了即将被处死的哈洛克 他将植物拿到哈洛克眼前 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一颗死星 那里仍然孕育着新的生命 新生的生命点燃了哈洛克的战役 他带领手下船员 重新夺回了海盗船 并决定将地球的真相 告诉全人类 在海盗船的攻击下 投射地球全息投影的卫星 被摧毁 地球的真实面貌 出现在全人类面前 而新的希望 就在这株新生的植物身上 委员会担心自己的权威被瓦解 于是发动了 能毁灭地球的终极武器 木星光波 不过由于开发年代久远 第一次木星光波偏离了目标 委员会命令执行第二次打击 为了拯救地球 哈洛克将暗物质引擎完全开启 最后将地球推离了光波轨道 避开了第二次光波 此时海盗船的暗物质能量 也消耗殆尽 随着能量的耗尽 哈洛克重新变成了一个凡人 最后哈洛克将控制 时间机器的装置和船长令牌 一并传给了亚麻 海盗船的前途和全人类的命运 都将由亚麻决定 亚麻接受了这副重担 他带领阿卡迪阿号 开始驶向新的旅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鲜的解说 咱关注一下咯